来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关注在辽宁安山奥体中心乒乓球赛场进行的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乒乓球单向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是由来自解放军的选手王浩对北京的马龙 那么这是一场令观众期待已久的对决 王浩曾经在连续三届世锦赛半决赛战胜了马龙 所以今天这个看点很多 就是看看马龙能不能过王浩这道坎 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的第一局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还是请了大家的老朋友 中国乒乓球队最资深的教练李小冬知道 和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的情况 那马龙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四比一战胜了上海的王立琴 晋级到四强 王浩呢在第二轮胜了北京的侯英超第三轮 在零比三落后的情况下 四比三上演大逆转战胜了河北的陈静琪 陈静琪四分之一决赛是四比二战胜了 战胜马林的河北选手崔静磊 晋级到今天的四强 李二导你们教练之间我想是不是也会很期待马龙和王浩的比赛 就是也想看看王浩的那种王者归来的霸气独步天下是吧 另外呢其实也很期待就是说像马龙 如何打破这种魔咒 跨过这道门槛 能够完成他的大满贯 完成他的这个全英会冠军的一个目标 对 因为这次比赛还是比较有意思 打到四强的话 两场都是直衡大战 一场是王浩对马龙 一场是樊敬东对许希 这次比赛来说还是 中国的全英会还是汇集的世界最高水平 咱们这前四名都是世界排名前十的运动员 象征着世界的最高水平 而且就说可能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横板现在是主流打法 但直板来说也跟观众介绍 在八八年开始到现在的七届奥运会上 直板是拿了四次男子单打的奥运冠军 没错 他们是刘南奎 刘国良 刘承敏和马林 横板拿了三次 他们分别是 互相上架 巴尔德纳尔 孔劉辉和张继科 所以今天晚上也是一场充满悬念的直衡大战 没错 有人把这场王浩马龙的对决呢 称为火星撞地球般的精彩对决 实际上我们就是看老将王浩 王浩在前面 一开始他团体的状态不好 然后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 状态出来了 然后真正让我们看到王者归来 之后在单向 已经身心疲惫的情况下 0比3落后 然后翻盘 又回到了 那个 直拍横打 鼓鼓天下的王浩 其实这场比赛来说 就体力和精力来说 王浩是吃了一些亏 对 因为他毕竟第一个年龄很大 第二个就说的从世界锦标赛打完回来以后又赶上婚事跟超级联赛 就是他的付出是非常多 体力也透支 系统训练也稍微少一些 他真正的凭着一股责任心去打这次全运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 今天晚上对王浩的体力精力真是一个考验 从目前来看 王浩还是想跟马农叫叫板 叫叫板 但是就是说的从王浩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从王浩的 目前的竞技状态来说还是不错的 关键要看这口气是不是更壮一些 更强一些 他因为从打法上来说 他从心里是不畏惧马农的 是的 因为这个上届全运会啊 就是王浩和马龙争的男单决赛 最终是王浩获得了全运会的男子单打冠军 所以你看王浩打球 就像刘国良说的 王浩像一部永远播不完的电视连续剧 感觉气可能差点 但是他的球还是很强势 底子还是很厚 王浩的运动天赋特别好 王浩真的是为直拍横打而生的选手 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直拍横打达不到这种 神一般的这种大力量 而且他打得还非常的 神一流水很自然 他一点不牵强一点不生硬 他随手就出这种质量 抢冲 第二板 王浩接着拉 斜线 你看这样王浩呢 12比10 拿下了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李晓东教练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 王浩的这种调动 包括提速方面 好像做得没有马龙那么积极 因为马龙从第二局来说 他还是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说他变化最重要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的 第一局他的上手啊 跟相持啊 太匀速了 所以给王浩够不成压力 所以从第二局 马龙第一板上手来说的 他的提速 再一个就是在比赛当中 他的落点变化也是比较多 好球 王浩加力 哎呦 这个球 太强势了 所以这个球里头就是 马龙可能对这个比赛 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按说平常打成这种情况 马龙就输了 所以面对王浩这种反手的 不断加力的话 马龙现在也有一些 硬扛的实力 这点还是比较可喜的 马龙必须要强硬起来 彻底在相持反手 这次比赛看的话 马龙的求胜的欲望 可能应该更强一点 因为我说了 这个全运会是 在国内比赛里的最高坐标 这也是马龙为之追求的 一个很高的目标 是 他跟这个一般性的全国比赛 是没法比的 王浩还有一个 他也有个体力分配 因为他这个人的精力 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头 他全是在兴奋点上 没错 王浩这些老运的员 他如果能够抓住一些胜级 他最大的投入 他如果可能就说了 我过后很多的情况下 他可能还不会全投入 他全投入的话 他的体力可能盯不住 合理分配 王浩这又喊起来了 这时候他知道啊 自己需要调动啊 这是第三局了 这个球啊 打出了年轻运动员的一种强势 王浩力量很大 但是他的弱点 这个球 我想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要求 正好在马龙的手上 马龙反拉 马龙是在反手造机会的情况下 以正手为主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区别 这个球有点意外 王浩是想空袭一个长的 角度过大 出界 出发 王浩还是随着年龄增长 虽然他的可能体能啊 不如原来 但是他对场上的处理能力 还是比原来有了很大进步 就刚才这个球 原来想出台拉 拉不了的话 他摆了一个很软的短球 在这个球里头控制的恰到好处 所以马龙这个球又上不了手 然后第二板再进行进攻 这球其实 内行人看 是非常一个高级的 巧妙的球 哎呀 马龙的胆量真大呀 九平敢偷袭长球 而这个长球偷袭的 其实也就是平球 他没有带什么侧选 他这个极下选 极下选 哎呀 这个状态太好了 这个球充分的表现出了王浩的这种技术和心理的状态 你看他挑完之后 在九比十的时候 这个球衔接非常难 一个他角度大 第二个弧线很低 很快 但是王浩 看似 你看他挑完的时候 看似好像这球 他没有准备 但是他把动作做的 还是那么完美 这是一个世界波了 打得好 他在这种中远台的对拉当中 王浩的力量还是要大于马龙 所以马龙要想在对拉当中 要想得取一些分数的话 他必须站位近一点 站远的话 纯比力量的话 马龙是吃一些亏了 这个发球很有作为 这个发球是动了脑筋的 你看发的这个小三角的短的 王浩还没有准备 看有变化 双方在第三局 现在打成11平 所以有的球来看 看马龙来说 有的球我就觉得 他不能完全拿质量衡量 他落点也是质量 你比如这个球 他如果能拉到王浩的中间 和正守卫 效果可能要好一点 当然了 马龙舒服容易 王浩也舒服 这样的话 王浩的反手能打出来 两个细活 很细腻的技术 刚才反手一般反思 反手直板横打这个球 力量打得并不大 但是他加了一点旋转 后来又一个巧妙的 微微的 轻轻的一个白短得分 这样王浩2比1顶线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王浩马龙的第五局 李小冬教练 您觉得在第五局 大概会发生一个 什么样的局势 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从今天发挥来说 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好 虽然王浩的体力精力 比马龙弱一点 但是他对战机的把握 对关键球的处理很好 马龙我觉得也是打得很松明 我实力打不过你 我以戏之胜 就是我加强变化 我减你的漏洞 在这些方面 马龙做的也很出色 没错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比赛 其实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和球迷朋友 都非常希望王浩能够多坚持几年 因为作为一个直拍 乒乓球这项运动 培养一个人才 真的是很不容易 有一个很长的周期 来看一下王浩进攻 拉住 反手 球很长 哎呀 可惜了 这个球啊 马龙侧身 转进攻的时候 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球出界 我们在比赛当中啊 我们的观众我想也是非常喜欢看这种就是有味道有灵气的一些球 突然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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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的手上感觉跟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这场球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和球迷你包括这个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正华他在百忙当中也到现场来看这种球 因为四年一个周期也是中国平方球队调整啊更新换代这个一个最好的时机也在选人 也就是说通过这四年国家队的运动员啊 五生 五生 ами 雅 来 明友 中爵 明友 明友 是 明友 他 génér 这一局是一个焦点之战 在篮球上他们讲天丸山之战 这也是的确在打成2比2的时候 第五局的胜负 对整场的胜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也是看王浩他的这种调动 包括他的体力 是不是能够跟上 好的 我觉得王浩还是打得很棒 从开局打到现在 目前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因为小小的失误 马龙呢 这会不能失误 对真不能失误 这个时候这一分 对于整场都有可能是一个改变 因为我刚才跟观众介绍 王浩赢两局 全是10比12 13比11 马龙是一局4 一局7 所以就说这种关键的处理 王浩还是好一些 这种球就说从质量上 马龙不低 但是从弱点上比较保守 你全打在王浩手里的 你力量旋转强 对于王浩来说 你作用不是太大 怎样能够从长短变化 或者从中间正手突破 真正打到王浩的软肋 才能赢得一种局势上的主动 是这样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哎呦 这个球 这个球都是 这个球 王浩真的是一个特别提气 特别长信心的一个球 而且他赢的是在一个 很困难被动局面下 给对方打了一个 很冷的一个回头 反守远台的回头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球 在第一地第三局 都是打到九平以后 王浩获胜 咱们看这局球 看看马龙有没有办法突破 关键比分 哎呀 这把球马龙强势发动 这个球王浩已经猜到了 打得很好了 但是马龙还是有备而来 这个是双方都打得好 非常高级的一个球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 算计好的 有备而来的两个连续发力 这样马龙拿下了最关键的一局 11比9 现在大比分是3比2 领先于解放军的王浩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王浩获胜的第六局 现在这个胜利的天平 就向马龙这方面倾斜了 因为在第五局 这种天王生之战当中 马龙在关键球里 他终于突破了 所以他3比2领先 这样的话给这个 王浩造成的压力还是很大 其实就是9平那两个球 对于马龙来讲 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这非常好 但是从过球引来说 我还是希望王浩再赢一局 能够赢得第七局胜利 可能更刺激 没错 也为比赛增添了更多的悬念 我们也可以说 更男人啊 是真正的犯罪 所以这种攻防转换打得也是很好的吧 王浩已经被马龙调离位置了以后 他咬着牙打了一本直线 直线以后打了一个马龙出其不意 所以王浩从被动就转成了主动 这局开局 王浩又散发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气场 现在比分是4比1领先 拉起来 这球我发现马龙经常有很诡异 很怪异的一个球 要反手的这个手腕一变一拧 这球能带侧下去 他这个球很高级 因为他不合位 他再用进攻来说解决不了 他就连销带挫的这么控制一般 这个球上得有高超的手感 在这个球上马龙做的也是非常好 好的 形成对拉 强强对抗 王浩拉住 这个球我觉得重心稍微再往前顶一下提一下 你看这个球王浩转反手的时候 重心没有提起来 往后仰了这个人 击球点 也是下降点 所以观众朋友还可以看啊 王浩跟马龙来说就说的 从这个技术质量还是王浩有高一些 但是从身体的这种移动能力啊 脚下的这种力量啊 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王浩年轻的时候他是出来拔萃的 现在随着年龄来说 马龙在这方面连续的运动能力要比王浩强一些 王浩是想办法 虽然我现在的身体能力 精力体力不如你 但是我好刚用在刀刃上 我用在关键时候 用在这点上 你说我说王浩这场球 也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非常策略 王浩 马龙的正手的感觉还是非常好 马好拉这个球旋转很强 弧线很低 马龙还可以发力反拉 这个球的确是打得令人赏心悦目 现在马龙气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涨的那种状态 气势如虹 整个马龙的场上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到了一个该要爆发的时刻 我觉得马龙今天表现非常好 在这么紧张的比赛当中 在比分落后连续打出几个强势球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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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马龙好像已经看到了这个胜利的一些希望 但是我觉得王浩呢还是有深度有股韵的 所以王浩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我要为什么说他困难 就是马龙的状态这么好 他只能靠准确的搏杀 既然是搏杀的话 他就风险比较大 所以这两个球王浩其实打都没打错 我得硬下手去搏杀 但是这两个球失误了 就起来 终于现在马龙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代表北京的马龙终于在这场比赛当中翻身 也是在大赛当中战胜了自己的这个克星啊 可以说晋级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非常不容易 也祝贺马龙 他就像冠军又迈进了一步 没错 感谢李小冬教练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们再见